那时候 谈恋爱是很用力很用力的下去谈的人 所以在走到一个抗争分手的时候 就会写的比较痛的歌 少年啊 尽量用力取爱这样子 我在三十初后的时候写了一首歌 叫做《老婆人的白晒》 如果你够年轻的话 然后 够年纪的话应该听过 因为他就是 你注意点是什么 是什么 比较大 比较高 对 《老婆教授》的主题群 很多人都以为是 我已经讲过了 往事前唱的 他们会说 我很不帅 他说什么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他怎么也比我帅 哥哥不可能常常比我好听 这条歌真要刚进 一整个脑口有事情 不相信 我们现在就来听一条 扎包吧 白晒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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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